我看這些在公聽會上面 這些法師講的 說這是侵犯這個宗教自由 你侵犯什麼宗教自由 為什麼我要求你財務公開就侵犯宗教自由 說不會用電腦 你去看臉書上面有多少 這些宗教財團法人的粉絲專頁 有多少大師上人在用臉書 那現在告訴我們說我不會用電腦 我跟你內政部請教 這些宗教性的財團法人 要不要每年要把預算送來內政部 照規定要對不對 他是用手寫還是用電腦 用紙本 當然是用紙本 是用硬的還是手寫的 硬的啊 那不是用電腦去硬嗎 不是用電腦嗎 到現在要他提報 表示我不會用電腦 他會上臉書 他會設立粉絲專頁 他現在不會用電腦 我們現在這個財團法人法的規定 快知識簽證是專業法官 為什麼不可以 為什麼這些宗教財團法人做不到 你們現在內政部的報告替他們講啊 說財務公開應該要排除啊 你告訴我內政部 我問你嘛 財務公開 哪一個宗教財團法人 在現在財團法人法要求的財務公開 是他們做不到的 他們不應該做的 他們不應該被監督的 你告訴我 你勇敢的講啊 不要因為我聲音大 是 很多事情看起來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事情 但是碰到宗教信仰這個問題的時候 這個就是關鍵 是 關鍵就是我們不夠勇敢 動員人來 動員信徒 用選票威脅 這個我也知道啊 如果我們面對宗教財團法人 我們可以退縮 那我憑什麼 用財團法人法這些要求財務公開 要求 董監事任期 等等這些去要求 一般民間的基金會 我們有什麼立場去要求 好 好 好